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哥哥 今天咱们用君主的号去拆交玩一玩 这号的无人机芯片还不错,基本都是兼长涂装 但配件比较一般用的都是特辑,攻击力不会太高 步枪兵有两个技能是增强无人机的 一个是无人机增压 能获得玩家身上27%的护盾效果 配有无人机的技能弹度能上升一个档次 第二个则是无人机双加了 提升20%的伤害 强的无人机能打出23的输出 那么步枪兵用同等的无人机起码可以打出28的输出 我玩步枪兵有一年多了,对这个职业还算熟悉 今天咱们来操作一下,看步枪兵的实战效果怎么样 刚才四中期就看到一个人,咱们满上去 这人也是够烧的,居然在我面前跳舞 嘿嘿,两分直接带走,舒服呀 他又过了,咱们过去再灭他一次 这人血量这么惨,肯定干过小强 别让他嘴泡了,咱们快点追上去 这家伙溜得好快啊,居然被他传送走了 那咱们在飞机这里守一波吧 好的,他们的无敌时间过了,咱们满上去 先把这个发呆的解决了 真好闪啊,居然还慢慢的回头 好的,解决一个,咱们把上面揍完一个灭了 嘿嘿,长血了吧,看你往哪跑 好不容易打空血,想可不想放爆他 刚刚那人不见了,正好看见这么一只富偶 只能怪你倒霉了,咱们再灭他一次 把他想都翻过你了,居然还回来皮 这不是找灭吗?后面有人在偷袭我 咱们躲墙下光柴不? 来的人有点多,还是先给他们绕一绕吧 后面有个武士追你,感觉很凶的样子 不想必须控制太少了,妖精范围还特别的窄 武士一个翻滚就可以躲掉,根本黏不住人 最难受的是,正好还没有轻行强狗 少了一个翻滚技能,完全拉不开距离 再到最后,想还是被人包饺子了 完了,被打藏去了,咱们还是快点溜吧 这一年人一直咬着我不放,真够执着的 咱们放个摩托车,一口气甩掉他们 完了,他们追上来了,我们快点跑 哎呀,这波放傻被人制裁,何不甘心啊 想打算去动弹自然再平一波 金光过了,咱们把这人灭掉吧 哎呀,一门姐姐真爽啊 哎呦,我去,这有个武士,咱们先拉开距离 刚把武士下跑又有人马上来了 咱们闻一波,走位躲他输出 还以为这人有多厉害呢,吓我一跳 我去,这个武士补马状态又马上来了 咱们还是快点跑吧,进场根本打不过 这类版本的步枪兵确实有点弱 输出不干,控制不多,而且还不弱 步枪兵要用步枪兵打出伤害 现在电弧都被甩了两个慢慢了 又被武士晋升了,感觉这波凶多极少呀 我的天,想想办公被人制裁,真是够倒霉的 最后很难,还是被这一列人给灭掉了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香,我们下期见,拜拜